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 北外乎為了你買了領會之後 是收高租值 你說要將領會以下的房署的停車場和商場 跟市值租金 現在是二十幾元一呎 你說要升到五十元一呎 你有沒有考慮到在做生意的小商戶 有沒有 你的做法是吸香港人的血汗 我已經動議收回購你們 其實我已經對你是非常之客氣 其實香港政府應該用《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 徵用你們的財產 我告訴你 我不會扔你今天 因為過門三步都是客人 你都沒有客人爭 我看不到你 我感性上誤會 這個棺材是給你的 你回去 放在你這個 梁議員 我們給一些同事給你 你不合規矩的 我們這些同事 麻煩你接了去 主席 我是莊嚴的抗議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如果繼續環擴 我就不排除 用一百零五條 徵用你的財產 你是絕對不能夠 是黑暴香港人 你絕對不能夠 藉著一個小冤寺選舉的政府 將公產私有 是令到小商戶和公屋居民 是在水深火熱之中 我們都在計劃著 是再消一覆入你 當日防委會賣給你的時候 是錯的 今天我會再多是你 我希望你要考慮 快點乖乖地賣出來 不要在那裡混水摸魚 否則一百零五條 和消一覆入等你 主席 我覺得 在議事堂裡面 四年之前 我是被人窮追猛打 四年之後 我是代表 全香港的居民 公屋居民 和小商戶 向領會嚴正抗議 也都向 邱副局長的頂頭上司 和死鬼孫明陽 抗議 各位 這個是莊嚴的 我今天不是玩的 我今天 我希望領會 是隔下手他的承諾 為香港人做事 不是吸香港人的血 多謝主席 領會會否回應梁國雄議員 邱局長會否回應 跟著是李永達議員 最終這個問題我想問 邱成武副附像 現在現象就很清楚了 是 感谢观看